师父您在来信解答419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只要心到意到心中觉得这是七保持八功德水 你就能体验到七保持八功德水的能量 人的能量都是靠的心 心有心力 请师父此为开始一下这句话具体是什么意思吧 就是说怎样能修到这种大的心力 就是人修心就是一颗心 人的所有的意念都是来自于心 心也最重要 你心成功了你就成功 你修心就是修这个心 修到这个心能够成佛了 就是也是靠心 靠心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出离开事